梁家辉全家参加贝美婚礼 没想到两个女儿如今居然长得这么美 女儿还各邪男友出镜 网友,梁姐嫩女儿口味大不同 梁家辉的女儿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张全家福 他们一家人集体参加了梁家辉贝美在日本举行的婚礼 梁家辉带着妻子 两个女儿带着各自的男友全部盛装出席 60岁的梁家辉站在妻子身后,依然帅气十足 妻子身穿黑色外套,搭配白色吊带裙 可以说是非常时尚了 众所周知,梁家辉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这次她们各自带着自己的男友现身,都很高大帅气 这张和姑姑在一起的照片因为光线的问题,显得人的皮肤很黑 小编想说一句,这位摄影师的技术还有代替高压 不过幸好,她们的颜值都在线 咱们可以看到一位女儿的男朋友是外国人 另一位就是中国人了 她们在一起的画面十分温馨 两个女儿分别抱住两位小花筒,全都是幸福的味道 也希望她们能早日结婚,拥有自己的爱情结晶 看到梁家辉和妻子江嘉年在一起的合照后 让很多人感叹 尽管当时有很多人不看好她们在一起 但现在,江嘉年依然是梁家辉最爱的那个人 梁家辉是出了名的好丈夫,对早康妻子不离不弃 当年外界给江嘉年的评价是丑妻 但在梁家辉眼里,她是最美的 梁家辉表示,我见到她的第一面开始,就觉得她好美 从那一刻就喜欢上看了她,心就被迷住了 从那时开始,梁家辉就一直把妻子冲到现在 江嘉年是在梁家辉最贫穷的时候嫁给她的 当时她就相信梁家辉不会让她伤心的 所以,那时梁家辉就发誓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辜负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 现在梁家辉的妹妹也结婚了,两个双胞胎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归宿 网友都开始羡慕她们这一家人了,真是太幸福了 她们的两个女儿从小就受爸妈的影响 以后一定会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的,你们认为呢?